我们下一页有提到就是说 家属到底要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最主要是家属自己的心理建设 他要面对现实 要接受家里的人生病了 那他需要专业的协助 除了家人心理的支持之外 要专业的协助 另外就是说 家里的人应该是一起的 共同来承担这个照顾的责任 让他觉得所有人都关心他 另外就是要了解 现存的社会 比方说法令 或者是说一些社会的资源 有哪些现有社会上 一定要掌握这些资源 好好的用 另外就是说 必须参与跟有个机构 比方说我们常常鼓励 病人就医应该在固定的地方 那不要这样跑来跑去 那跟医院跟医师建立 跟医护人员建立 良好的治疗性关系 那了解 就是要做配合就对了 对对对 因为这个治疗是长期性的关系 对 那了解整个活动 还有整个医院的医疗的规划 这样的话对他的治疗 会有一些正面的注意 其实很多人想说 是不是一定要找大医院 其实没有对不对 因为我们等一下会跟大家介绍 就是有一些社区型的医院 或是社区型的那种招呼网 其实也都有在招呼到 身心朋友这样 是是是 那我们家属还可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在家属方面就是说 对待病人的态度也是蛮重要的 比方说不要因为他生病了 就过度保护他 或者就是事事都要求他 或者是介入他管他管的太多 那这样都对病人来讲不合适 是是其实就是最主要是因为 希望就是让患者觉得说 生活有意义的嘛 就是刚才副主任有提到的部分 对让他自己尝试去做 对 起码他在自我照顾的部分 他要承担一些自我照顾 然后让他觉得自己有价值感 有成就感 而不是什么事情都替他做 觉得他生病了什么都不能做 那这样会影响他整个 在生活当中 他整个能力的发挥 或者他的正常的生活功能 会受到抑制 对因为像就是 你如果说你不让他不做事情的话 他会觉得说 自己可能就是真的是没有用的人 对不对 所以其实还是要让他 鼓励他就是可能多接触外面的人 多做一些像正常人的事情这样子 对让他生活自理还是自己来这样子 那他的生活有意义吗 是 除了这样之外 还可以加入一些团体 比方说现在有一些康护自由协会 什么爱心会啊 这些都是蛮好的 那这个团体里面可以 病人或者家属可以互相支持 鼓励 还有得到一些资讯 然后他们会办一些活动 那他们在这个团体当中 分享一些东西 也学习一些东西 那这对病人来讲都是正向的 还有一点我觉得蛮重要的 就是说照顾者 就是像家属 他要自我照顾 因为你照顾家里的人生病了 家属的负荷是蛮重的 那家属自己先必须 维护自己的健康 自己健康 身心健康 才有办法去照顾别人 所以爱人要先爱自己 是 就是要照顾好自己 然后再来开始 要记得好好照顾 那个生病的家人 是 其实很多新闻事件看到 就是好像对待那个 家里如果说 有人生心生病了 是 他们这时候好像就是 觉得很丢脸 然后就把他关在笼子里头 那些 就是这些 这些方法其实都是 非常不正确 对不对 其实他们没有去妥善 用那个社会资源 是 其实现在社会 不管是有经济的问题 或者是有一些 就医的障碍 在目前整个 我们的社会资源 都可以来协助处理这个问题 只要走出来 还有家属的态度 做一些调整 所以家属在这里面 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是的 他们自己的想法是怎么样 就是其实 现在社会上有很多 就医的资源 一样可以就是来帮助这些 你可能生病的一些家人 是 所以我们接下来跟大家介绍 就是那到底有哪一些 就医资源呢 是 大概就是说 疾病的状况来看 比方说他在急性症状期 那我们要去看诊 那这个包括门急诊 可以到门急诊 或这个门急诊 你有设有门急诊的单位 包括 一般来讲门诊 都是地区医院 区域医院医学中心 或者是精神科的专科医院 就是说任何综合医院的精神科 或者是身心科 那或者是一些基层的医疗单位 比方说一些心理卫生的 精神医疗的诊所 都是可以就医的 那这中间就会进入整个 精神医疗的体系 如果病人需要住院 或者是需要转现 他们都会按着这个 医疗的体系来做 最妥事的处理 是 所以就是我们一般 只要到医院 可能 医院里头 诊所里头 有那种身心科的部分 或者精神科的部分 都可以 就是都有提供这样子的 就医服务 是 它可以有一些 提供医疗 那如果说要进一步 评估的结果 需要做进一步的处理 他们还可以有一些 跟其他的单位 其他的精神医疗机构 或心理卫生机构 做一些连结 甚至有些人 只要吃药 好了 就可以回到社区 那他有问题 要怎么做 咨询 都有一些相关的机构 可以帮忙 是 所以就是只要有 精神专科的 或者是身心科的医院 都可以去跟他们求助 是 那这是针对急性跟慢性的病患 是 那如果说有那种 很紧急的人的话 该怎么办 如果说他 所谓紧急 就是说他在社区里面 有一些干扰的行为 已经妨碍到别人了 妨碍到别人 甚至他有严重的自我伤害 或伤害他 他人的情况 那家属没有办法处理 或者是说病人 拒绝就医 他根本没有办法送医 那这种情况之下 可以透过 卫生局都有一个 那个紧急医疗 联络或者是处理中心 他们会有联络的 那个 窗口 窗口 然后可以跟有一些 指定的医院 或指定的机构 或者是这个卫生所 当然上班时间卫生所 卫生所也有指定 办理精神医疗的这个人员 会来介入 各县市的卫生局 卫生所的作用还蛮大的 因为一般人也说 只是去打个疫苗什么的 其实他对那种 身心障碍的朋友 或者是精神科的朋友 还是有一些协助 还是他还是一个窗口 对不对 好那等我们广告后来之后 会继续跟大家介绍 那还有哪些社会资源 是可以提供 身心障碍的朋友 作为服务的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 马上回来 谢谢 好 好 感谢观看